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症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讲一些香港的新闻,上一节我们讲到关于平贵报案和提及我,今一节我们讲到周幸彤,周幸彤当然是很努力了,他在监狱里面一点都没有忧怀喪智,而且对香港的时事相当关心, 在他有限的资讯渠道里面,当然知道23条立法公众资讯文件意见书,看监狱的报纸,口意相传,全部都可以探监,全部都知道这些事,知道这些事,他会做些什么呢?一般人就觉得有就算了,坐视不利,反正可以被人找了,如果只是他,看他个人来说,当然可以什么都不管,但他有一种对于香港的爱, 也因为这一点,他是很认真,挨奸底下的样子,写二件书,他没有搜索很多资料的,因为你知道他在监狱里面,没有电脑,没有法律书籍,外面的东西,我们很容易Google,什么什么可以,但是呢,监狱里面,什么都不行, 他只是凭他有限的记忆,读过这么久的书,然后之后呢,将他见到的一些东西,可以掌握到的23条的资料,逐个逐个,逐条逐条做批驳, 那这一点,做批驳的功夫呢,其实很多人都做过了,我和阿杰斯都在温哥华6节目的时候,都讲过23条立法了,但是我想,就是在留下来香港,就是真是很认真,很全面,而且是很专业地做这件事的呢,一个是社民连,我们昨天节目都讲过了,另外呢,就是这个关于周恒彤, 所以我们要对恒彤,对香港的爱,和关怀呢,是真的相当感动,而且我们都看到,他在这么等着的资讯之下,依然可以用邮机,和电邮,将意见交给政府,商管齐客,那我想政府一定收到,但是收到又是怎么样呢,所以这些是公开信,数数说给大家多些,多过是说, 真心诚意向政府交意见,OK,大家都明白的,所以我们知道,希望大家支持,和为周恒彤打气,周恒彤说,一,这个是我入育之后,第一个通宵赶工写的回应,第二,不捨不知身体好,原来我还未失去整晚不睡的能力,第三,一个月的咨询期实在太短了, 逼我通顶,但资料不足,无法逐条再去comment,四,其实看不到整份资讯文件里面,可以拿来比较的海外法律,完全无法分析,因为本质不同,对不对? 第五,请大家多多包含体谅,我只能用常人常识,对这份资讯文件提出意见,六,我是响应政府,邀请公众提供意见,希望大家都鼎力回应, 当然,全部这些共产党治下,是不是忍蛇出动,对不对? 你说些东西,他说你善惑的,就是善惑的了,不过他真是善用这件事,表达意见,这个完全无可厚非, 不要给现在扭曲的制度,去扭曲自己的精神,那幸同是做得到的, 他说,关于资讯文件,阿童用了23点意见,就是我这个参考小童群秋会里面说的东西, 第一,阿童用了23点意见,回应23条立法的资出,第二,阿童对于这个资讯只有一个总结, 立即停止23条立法,全面检查国家安全相关法律的执行情况, 停止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打压人权自由为实。 第三,阿童强调自己是响应政府邀请而对资讯文件作出回应, 并没有发布虚假讯息,失实陈述等不当行为的。 第四,阿童期望政府能够真诚咨询,细心聆听反对意见, 希望大家抽点时间去读。 这一篇简单的意见书可以花一点时间和大家读一读。 周恒彤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公众资讯文件的意见书, 第一点,本人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公众资反对的立法, 并对政府官员毫无贫拒的情况下, 宣称立法得到绝大部分香港市民支持表述极度遗憾, 就是本人所了解,这个并非事实。 政府官员此刻所为, 正正属于咨询文件所欲禁止的失实陈述, 第7.6条发布虚假第5.13和5.16和5.20等不当行为, 官员此举不免有读册陷册之言, 其遇之立场也令人极其质疑政府咨询事件的诚意, 不需要质疑,是没有诚意。 第二,政府声称23条立法为牵制责任, 因此各人理应支持, 然而这是伪命题, 基本法第39条同样要求政府以本地立法落实,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政府又何曾重视过这个献制责任呢? 基本法第45条第68条要求行政长官立法会的产生方式, 循序跌进达到普选, 这个献制责任又抛到哪里呢? 政府厚此薄比,厚所谓国家安全立法而薄人权、民主方面的立法, 实为有意识地政策选择而不是献制责任, 这种选择性的立法不应拿来做献制责任,做党战牌的。 那接着继续讲国家安全无所不包了, 第三点,本次立法建议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使用国家安全概念根本无所不包, 无怨忽戒, 也都因而欠缺任何界定法律权责和界限的能力。 第四, 咨询文件引用习近平的所谓总体国家安全官, 说国家安全涵过20个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重点领域包括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粮食、生态、资安、核安和海外利益以及数个新型领域安全, 包括太空安全、深海安全、极地安全、生物安全、人工智能安全、数据安全, 即是全部都是党、国和猪头的安全,第1.4条 第二,第5点,当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生态、甚至粮食等性质完全不同,其运作和管理都没有可比性的领域, 通通归类到国家安全的母子之下,国家安全这个词失去了任何有效而独立的定义,变成一个空泛的标签, 以国家安全之名收入的法,容易被沦为被任意解读的口袋罪, 第6,将国家安全的意向无限扩张并引入为法律概念, 无疑有违反普通法、国际法、甚至最基本的法治原则, 第7,国家安全的概念在国际法和人权法中本有为截, 公认还可以限制人权的合理理由, 但当中所知的国家安全,当然是关乎一个国家, 免受武力或武力威胁危害其存在本身, 或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性的安全, 这个是参考, Syracusa Principles, Chohannesburg Principles, 和Giovanni Principles, 说他都可以背出这些,太厉害了, 即是好像战争这种具体而极端的情况, 而不是好像总体国家安全观这种虚无缥缈的口号, 第8,当政府所谓的国家安全和国际法, 以及人权法中的国家安全根本不是同一个意思, 即是别国也有国家安全法律来合地化23条立法, 就是在那里偷换概念, 这个正如一个奸商说他卖的日本提子, 但原来他所知的日本是他自家后院所说的名字的日本的后院, 其实是骗人。 9,法律的架构往往是一层一层地叠加而成的, 最核心的概念出的问题, 取之以来答的条文都是框架全部都漏洞处处, 国家安全的概念不单是23条立法的出发点, 更加是融合了整部法律建议中, 最重要的是划分罪责的把关者, 譬如说, 第一, 一项秘密是否国家秘密关键在于其披露是否, 相当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 即是资商文件第5.9条, 第二, 一个人会否触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 非法管理国家机密罪, 非法披露国家机密罪, 非法披露看来属机密事项的资料罪, 间谍活动罪, 参加或支援境外情报组织或接受境外情报组织的利益罪, 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罪, 在没有合法权限下, 就电脑或电子系统作出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罪, 关键军在于有否意图危害国家安全, 或罔顾是否会危害国家安全, 这些是松玉蒙的概念, 第五点八、五点十二、五点二十、五点二十一、 六点四、六点五各项的咨询文件条文, 第三,保安局局长禁止某组织运作权力行使条件是维护国家安全所需要者, 第二,七点十,这些全部都是完全是一个说有就有的有, 第四点,警方是否有权, 额外权力去执法, 关键是否有在处理危害国家安全发展案件, 第九点十三, 就是说有就有, 第五, 囚犯是否提早获释, 关键是否在于, 是否有充分理由相信囚犯不再构成国安风险, 第九点二十二条, 这就是整个第九条他讲的一些分目, 第十点, 当国家安全的意见是清晰而狭窄的时候, 迅述表述才可以是对相关分队罪行和权力之有意义的描述和限制, 但当国家安全的意思无限宽广, 上面的规定只会变成开始被开给公权力和政权的空白支票, 被执法者能够任意将普通罪行或不当行为升格为危害国安的罪行, 或任意扩张国家秘密的范围, 或任意行使它禁制组织或国人, 延长拘留或拒绝减刑的权力, 这就是真真正的重点, 我和杰斯组节目的时候都讲过了, 第十一点, 当国家安全的范围被定义成可以走过社会的任何面向, 所谓国家安全法律就是授权公权力或政权介入社会每一方面的极权工具, 过去三年多的国家安全法的执行状况, 以及它对香港人权状况造成的严重损害, 正正印证就是这一点, 如果政府不能提出并且遵循一个合理的, 有着清晰边界的国家安全定义, 23条立法就不应继续进行。 接下来讲什么的境外势力了, 第十二点, 另一个在资商文件中被偷换的概念就是境外势力, 第十三点, 资商文件说, 由于敌人表述过于狭习, 建议以境外势力取代敌人一词, 境外势力可以涵盖任何外国政府境外地区或地方当局境外政治性组织, 包括并非与其处于正战争状态的国家政府, 当局或政治性组织及其关联实体及个人。 附带一提, 什么叫境外呢? 香港境外呢? 中国境外呢? 还是香港加中国境外呢? 如果香港境外, 那么中国算不算境外呢? 是不是? 如果中国境外, 那么香港是不是算境外呢? 如果加中国加香港境外, 那就是说, 那么现在这条23条立法, 为什么是不是人大立法呢? 要由这个香港特区立法呢? 境外两个字有没有定义呢? 我都觉得很莫名其妙。 再说什么叫势力呢? 那这样是不是叫势力呢? 是不是? 譬如这只兔仔, 我经常看到它了, 就是这个华纳兔, 是不是境外势力呢? 拍手有力量, 境外势力呢? 什么叫势力呢? 这只华纳兔是不是算势力呢? 敌人, Warner Rabbit, 是不是势力呢? 那么你敌人, 那么为什么不写敌人两个字呢? 是不是? 莫名其妙, 所以它说你是, 就是了, 不需要说那么多话, 你移民去加拿大, 拿到加拿大的PR国籍, 你就是境外势力, 你的出现, 呼吸, 行为, 心跳, 就是势力, 就是要拘捕你, 是不是这样呢? 第十四点, 这个是一段让人心寒的宣言, 它摆出来, 是一副怀疑所有外来者, 对所有外人为敌的态度, 这个境外势力, 第十五点, 境外势力这个字眼贯穿整份资讯文件, 也是立法针对的主要对象之一, 可依据上述定义, 境外势力必然包括大量和间谍和国家行为, 完全承不上关系的个人及公民社会组织, 以及大量身处友好国家, 以致行为意图对香港友好的实体和个人, 然而, 在二十三条立法之下, 任何事情一旦牵扯上境外势力, 不论这个境外势力的性质是怎样, 都同样容易升级为国家安全问题或犯罪, 第十六, 比如说, 间谍活动罪的定义, 就包括取得收集记录, 制作或者管有, 指在, 目的是对或以对, 即计划对, 境外势力有用处的任何资料, 文件或其他物品, 或将之传达给任何其他人, 换言之, 如果一位香港市民和任何境外势力, 存在任何形式的合作, 交流或者沟通, 他就已经极有可能自动跌入这条间谍罪的犯行里面, 因任何形式的合作, 都不可能不牵涉到对方有用的资料, 而这个时候, 他唯一的护身符, 就只剩下, 我没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意图, 而这个一张是跌击脆弱的护身符, 如上文所说, 因为国家安全的定义极为宽泛, 而国家安全的意识意图几乎能够被安在任何人身上, 而且意图是内心状态, 否认犯罪意图往往不能阻止执法机关, 根据外在行为进行调查起诉, 即使由当事人最终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 中间也可能会承受极度长期的激压, 庞大的精神压力, 以及应付官司或失业大力的沉重经济负担等等, 正如大量经常未审的国安法被告一样, 即是周幸同一样。 第十七, 正常人都不会想冒着这个风险, 而唯一自保之法就是撤断所有境外联系, 如此律法必然大大阻碍香港和国际社会的正常交流, 令人对无论好坏的境外势力都敬而远之。 第十八, 再比喻说, 资深文件也建议, 如果本地组织是政治性团体, 并愿境外政治性团体有联系, 则保安局局长可借着在宪布刊登的命令, 禁止让本地组织在香港特区运作或继续运作。 这个是第七点十条, 第十九点, 当紧紧与境外组织机构有联系, 就可以是禁制本地团体运作的理由, 谁还敢跟境外组织有任何形式的沟通呢? 政治性组织的定义又不明确, 搞不好, 你认为非政治性的人权组织, 政府都视为政治组织, 搞不好, 香港的组织, 还有谁能够走出去, 能够对外说好香港故事呢? 第二十, 这种一棍子打死所有组织机构, 将之视之为境外势力的立法方向绝不可取, 更加有将完全正常的行为, 犯凝罪化之言, 即犯凝事化之言。 这样的立法会极大损害香港作为国际都市的运作和声誉, 令香港陷入进一步的孤立和衰退。 第二十, 况且要针对所谓境外势力的立法, 理据本就站不住的, 咨询文件中当次针对境外势力这个包罗万有的模糊概念, 作出哗众取宗的指控, 比方说指责他策动黑暴, 推动港版颜色革命, 夺取香港管治权, 颠覆国家政权等等, 又说有本地组织个人, 甘心充当境外政治性组织或情报组织的代理人, 从事运去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特别是间谍行为。 本人必须问, 这里所指的代理人是谁呢? 境外势力是谁呢? 证据在哪里呢? 政府虽然经常在工领域重复上述严重有空泛的指控, 但从未证明, 任何组织就是他所指的那种运去国家安全的外国代理人, 唯一被指外国代理人, 而被公开起诉的组织, 就只有本人所属的支联会了。 即是香港市民支援外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但整场审讯下落下来, 控方都未提出证明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的任何证据, 可见政府指控民间组织是外国代理人这件事, 全属只虚乎有, 所谓境外势力就是香港所有问题的始作俑者的说法, 根本经不义挑战, 政府如果根据主观预测和阴谋论制定法律, 那就是对本港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 第22点, 再者, 即使退一晚步, 假设政府真能确实找出一个身处境外的敌人, 缘何这就可以成为被敌视和防范所有境外实体和个人的理由呢? 属于境外本身不是应不应该是罪的, 这种逻辑无异于是一人犯罪全村连坐的陈旧观念, 而且境外不同势力之间的关联, 大概要比同一条村内的人还要少, 出现这么无厘头的立法, 正是由于香港政府的问题断错证, 断错证, 只管将一切责任推给一个无实体的叫境外势力的稻草人身上, 而从不去反思自身的施政失误。 第23条, 甚至可以说, 整部23条立法就是这样一场寻找替罪羊的闹剧, 香港的动荡必须有人负责, 当手握权力的人都坚持不关我事, 那责任就只能推给无权无势的香港人, 面目无弱的境外势力, 当这样一套脱离现实的罪事成为官方论述, 政府就免不了被这个证明为这个谎言的需要带着走, 必须捉到足够的罪犯, 以证明外敌亡我之生不死。 而23条立法正是这样一条能够炮制官方所需要的罪犯, 间谍、代理人、私密者等等各式的工具, 而不是一部真诚为了解决实际存在问题而设计的法律, 这样的立法对香港有害无益, 而只会令香港陷入更深的恐惧与崩坏之中。 第24,综合上述意见本人要求, 立即停止23条立法, 并全面检讨国家安全相关法律的执行情况, 停止以国家安全之名, 行打压人权自由之事, 市民周恒同。 他最后就答, 如果看完整篇回应文件或咨询文件, 能否回答我衣服的问题呢? 周恒同就说, 我用行动回答了大家了, 正式问题为马一起就能够驱寒了。 今天写信给周恒同, 请寄网马安山游拱, 游政信箱75号, 无需在信封上写明周恒同收, 信件抬头, 清呼即可, 即是刚刚讲的, 马安山游局游政信箱75号, 那你信件里面, 不在信封上, 信件里面抬头清呼周恒同就行了, 如果想收到回信, 请在信里面, 信件里面, 而不在信封上面写上背游地址, 寄信请附足游资, 不要被他寄失。 所以看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OK, 当然了, 有几点可以跟大家讲的, 周恒同在极度资料频繁的情况之下, 写得这么扬扬荒洒洒洒洒, 没有办法逐条comment 是没有办法去怪他 但这一点 我看他极尽所有的力量 通宵达达写完这篇文章 第二样东西就是 他不会好像有些人在说 咨询其不足 这个要加上公众利益 是吧 那个师傅 加上公众利益 做免罪的理由 周永彤通通都没有说这些 你看23年没有说这些 24年没有说这些 他只是说一些很基本的常识性问题 而这些正是在香港的人 甚至外面comment的人 都不去碰触的问题 就是摆明这件事是 极权专政 而周永彤说得很白的 什么叫境外势力 不要再在那糾纏 什么境外是属于香港 还是香港以外 中国以外 还是香港加中国以外 不需要糾纏这些 重点是在于 他说你是就是 他说你的势力就是势力 现在摆明是 大石窄死骸 OK 这个就是我看完 周永彤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种 常识的灵光 就是common sense的一个 insight 这个灵光是我看到很明显 而且他说的东西边闭入里 写字结构而不整 而且对于总体国家安全观 那个所谓的边摊 是边边有力 所以我就说了 你有本事的 你不是去说这个线画什么什么 我说真的不是本不本事的 你硬硬的可以这样砌 但是民不为死 内耗以死据之 周永彤根本上已经豁出去 他这世人觉得 这个就是他人生的重要意义 与mission 而你这样 继续边摊周永彤 港府他们这样做法 基本上使到 他更能够张显人生的意义 而你不边摊他 他写这些文章 更加 看得到 是 他的那种 他那种坚持 是经厌不屈 好多谢小童群周会 将他这封信 愿文 将他摆出来 也让大家看到 我读过 社民连的部分的信 也都将全篇 周幸彤 对23条的信 说出来 当然 言者敦敦 听者妙妙 我们可以肯定 政府不会跟他们的 去做事 但这些信 不是写给政府看的 是写给 全世界看的 我希望有心人 Google Translate也好 或者如何做到 将他这些信用的文字 能够化成英文 及各国语言 向各国政府 和民间去通传 令全世界都知道 有一群人 是继续 为香港去奋斗 用英文说 In conclusion 周幸彤就说 I demand an immediate halt to the legislation of article 23 and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related laws to stop the su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 under the guise of national security 这是很清楚的一个论述 总之 政府邀请咨询 阿彤通顶 去回应 希望大家 继续关注周永彤 和支团本案 希望祝福各方的人士 最后都说一件事 昨天我已经收到消息 我一直都不说 也都昨天不开节目 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公开没有报道 现在明报有报道了 可以说 胡志偉先生呢 他是民主党的前主席 一些47人案的 未审先压的其中一名被告 那他呢 就在昨天早早 他的妈妈 世世 在他世世之前 我想一下胡先生 都曾经申请 上出狱 见他妈妈 最后一面 爱好不成功 天人永革了 昨天早早 他妈妈病逝 那他也都申请 去出狱 去奔丧 我相信 这一样的机会是大的 正如上次 三年前 他丁护丘一样 一样是这样的情况 三年里面 家中巨变 父母相继离世 儿子 坐在牢房里面 是很令人相感 无论你从 这三个人 任何一个人的角度 去看回这件事 都是非常相感 我希望大家 不要忘记 除了黎智英 周幸彤 戴耀廷 黄之锋 或者其他人 我之后 这些人物 你可以说 对他一国两制 和民主党 很多的做法 当年的做法 可以有相折的地方 这些不要紧了 我想包括我在 都会有 胡智慧 我认识的一位 很出色的一位 立法会业员 做功课很认真 他带我入过立法会 当年的立法会 去过他们的一些 休息的地方 我们一起谈一些东西 我会觉得他相当认真 一到时间下去 他要去开会 当时是开立法会 我会觉得他相当认真 去对待自己的家人 认真对待党友 也认真对待议题的人 未必很多件事 譬如说对 许智峰 当时我们谈的问题 就是对许智峰 究竟是怎样去处理的问题 有不同的意见 但我觉得他既尊重 我的不同立场 也都是很坦诚 而不动怒地 去将自己的意见 陈述得很清楚 我是觉得很喜欢这个人 就是他是一个 很认真处理事情的人 今时今日他遇到 这样的横逆 他昨天早上听闻探监的时候 都若无其事 笑容可供 也都不会表现出他的伤感 但我相信他内心 充满着煎熬 不敢在人前 是显露出来 这一点是我会觉得相当 令人令我觉得很伤感 而且觉得很震撼 所以我说 能做的 务实地 低调地 默默做多一点事 是不是 做些什么自己知道 不是叫大家劫肉 绝对我是反对 这件事 没有什么别谣 也没有什么需要 我只是说 大家好 这样 在不同的 环境之下 送上关怀给这帮人 不容易 是不是 刘永康 就是和女朋友分离 周恒彤 就和野道分离 胡志伟 连他爸爸妈妈 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是不是 这个是什么政权 这个是什么世界 我希望大家 给多些 关怀 给他们 我能做的 就是发色 我能做的 就是写文字 希望大家 用 自己想想自己的 岗位 可不可以做多一点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希望大家继续 支持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节再说 我能做到 我能做% 感谢观看